雷包順便跑著啟動 這個球要往二壘傳 沒有接到 現在球往地方鬼要來闖三壘 這球傳三壘也是safe 黃思豪這邊發動了一次的倒壘成功 另外還利用對方的失誤 攻陣上了三壘 得分到門口 郭靖遠這顆球來講的話 其實是不太好接 但是如果真的順利接到 其實看起來蠻有可能 把黃思豪給刺殺出局的 我們從慢動作再來看一次 只能說這顆球 因為它近距離補位的時間 是稍微比較慢一點 如果是早一點進去的話 站在臉包上來等 接到球應該可以順利 可以做觸殺的動作 就是因為移動的時候比較倉促 然後佩爾要再接球 觸殺的動作 球沒有確實的接好 不然其實以黃皓然這顆球來講 傳的真的是並不差